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度重視氣候變化 我們正是按照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加 邁向相比2005年基準年減少65%至70% 碳強度的2030目標 達至碳中和是極具挑戰性的目標 必須有不同的知識人士、人才的支援 來加強創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開設發展委員會 就香港長遠減碳策略進行的公眾參與過程 已經主動收集公眾包括了各專業團體 和相關專業界別人士的意見 自政府公佈這個碳中和的目標以來 政府也和多個專業團體如何實現 這個目標展開交流 為了加強政府內部的人才培訓 政府也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 甚至全球相關技術和策略的發展 政府也會通過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和清潔生產夥伴計劃等等 支援本地的團體和行業的科研和減碳工作 引起本國軟硬實力兼備邁向碳中和 聯合避小組合 聯合避小組合 有空調整的方向